好我們教育局徵局長還有我們各個社區大學的校長 當然最重要的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長輩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現在台北市65歲以上的人口有46萬 大概佔總人口數超過17% 再過三年會達到50萬人 這個人口比例會超過20% 那到時候就會進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 那現在台北市政府正在與時間競賽 要努力規劃一個完善的高齡照護系統 那這個當然要由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跨局處的合作 今天台北市教育局主辦的熱靈學習 來展現大家平日精心學習的成功 我剛才在台下看實在是太有活力了 那更重要的 等一下要辦那個終身學習獎 你知道 事實上到今年9月 我們在這一年 我們58個熱靈學習基地 有來參加的已經超過了18萬人次 那為了鼓勵更多人參加 明年要推這個熱靈學習券 也就是說65歲以上的低收入戶 參加社區大學的課程 可以每人補助2000塊 那事實上從今年12月開始 為了讓我們的長者更有創意 我們在石牌國中、龍山國中 有這個製造教育跟科技中心 然後成德國中有文創體的體驗 文創體驗中心 我們希望給各位長者 有更多這種創客體驗課程 另外一個 明年我們要開始一化 提供台北一大手機平板的應用 讓我們的高齡者可以接觸數位教材 總之 這個終身學習是一個必經的 必須的 那就祝大家 這個玩得愉快 更重要的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頒發這個 終身學習獎 謝謝大家 老師主任都可以一同進行合影哦 感謝你們 恭喜 請接恭喜大安設計大學 陳崇維 恭喜 有請我們的參加幫我們進行頒獎 看前面先一次恭喜 恭喜大安設計大學 由菊英 恭喜 謝謝 恭喜 恭喜中正社區大學獲獎學員 洪淑月 掌聲鼓勵 請接恭喜中正社區大學獲獎學員 陳振珠 恭喜恭喜 請接恭喜中正社區大學獲獎學員 謝春樹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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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中正社區大學獲獎學員 戴松茂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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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